士林大同 何志偉 精定支持 何志偉 在32位士林大同区里长陪同下 立委何志偉21号上午来到民进党市党部领表登记 展现东源基层的实力 何志偉表示士林大同就是自己的家 感谢里长们的全力相挺 我今天在这边再一次警用深深的一举功 感谢我们所有的里长到现场 我们过半数的里长来到现场相挺 其实志偉刚刚讲话有点哽咽 一点点 真感谢 因为我们有几位里长 原本今天他是需要跟家人 因为家里面也有人生病 他原本是不能来的 那特别为了志偉还专程跑一趟 我想这些是点点滴滴在心里面 我都是感谢 所以志偉在我的公职的角色 台湾在公共服务在国际社会上面有另外一个升华 可以帮台湾交朋友 面对同党议员王世坚挑战 是否会搬出诚信条款 何志偉表示尊重王世坚个人生涯选择 他的个人的这个生涯的选择呢 我想我不能替他发言 但是我觉得我都尊重 尊重 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 我们在任何的岗位 都可以为台湾做事 在任何的岗位 只要坚守自己的立场跟想法 还有信念信仰 我觉得为台湾做事情的方法有很多 2018年那一届 因为那时候我是市议员最高票 那我回了学校一阵子 我在学资讯管理 我正在攻读那个博士班 所以我认为学业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那那个时候就被征召嘛 那征召出来参选 所以我还是认为 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跟道理 那这个是对我自己讲的 那这个我也期待 我自己要这样子好好地走 政治这一条路 何志伟表示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做对的事情就会得到支持 有时候 里长啊 他还有议员啊 还有这个立委 其实我们在选区 有时候做对的事情 那就会得到支持 那所以我觉得说几位几位 这个有时候很难直接地回答 但是我很感谢的是 有一些所谓比较偏蓝的里长 他们也会跟我沟通 那我们彼此的倾听 彼此的了解 那我觉得除了党派之外 其实还有是非 除了党派之外 我们心中都有中华民国 都有强大的台湾元素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的 那其实在家里面 还会分蓝绿吗 有时候不会啦 何志伟说 自己除了是选区的立委 也是台湾的立委 只要台湾人有任何诉求想法 他都会做 但请走基层是必要的 感谢选民给予机会 每一票都是与选民的契约 他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 记者联席会 台北报道 那我们今天离场的